整治各种不良信息 需要运用法律 行政和技术等各种有效的方式 而从事网络运营的电信运营商 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王健周说 中国移动作为国有骨干企业 绝不会为追求经济收益而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 绝不会为经营发展而姑息纵容手机色情网站 王健周今天同时承诺 中国移动将追加投入1亿元专项资金进行技术公关 进一步建立和完善web不良信息监测系统 用更快捷更有效的方法监测web网站 封读盈汇色情信息 截至到11月26号18点 中国移动共封读手机色情网站564个 其中428个网站服务器在境外 136个网站服务器在境内 上网查看电子地图现在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出远门之前必做的一个功课 但是您知道吗 其实很多的地图和地理信息服务网站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违法违规的现象 此前的国家社会局公安部等国家八部门联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针对这个问题的专项整治 今天相关部门公布了整改的结果 专项整治为期一年半 共搜索检查全国互联网地图服务网站41,670个 发现存在问题的网站3686个 其中包括部分国内知名地图服务网站 目前已整改网站1031个 关闭网站221个 通报违法违规案件96起 一个就是在国界线的绘制上 这个一个是重要的岛屿漏了 还像这个一些国界线本来应该是国内的本来绘到国外去了 这样到着我们的这版图出现严重的一些偏差 第二种情况呢主要是社群社密 社群社密主要一个是在编制过程当中 还有一种在上传的过程当中 把一些不该标注的信息标注上行 第三种情况就是地图的出租乱造 有些有路的没有路 标准没有路 有些没路的反而标准的路 给大众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应该带来了很多不便 国家测课局的有关复权表示 此次专项整治已经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下一步将继续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并加快我国地图编制管理条例的修订 其中专门增加了我国互联网地图服务的相关内容 今后我国互联网地图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也将持证上岗 按照规定涉嫌违法的车辆被扣留以后 应该停放在指定地点 任何人都不得动用 但是四川卢州的余先生发现 他被扣的一辆奥迪车成了交警队长的坐骑 为什么我开不得你却开的 余先生跟拍了这辆车的使用情况 我们也看看 去年十月 四川卢州市民余先生花了十一万元 从四川内疆购买了一辆挂广西某地牌照的二手奥迪轿车 今年九月一日 卢州市交警三大队 在城市前